65岁站街女在宾馆接客 老头迫不及待脱下裤子 素英有些难为情的开口 原来她来立价不太方便 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服务 如果不满意包退 老头有些将信将疑 服务结束后 满意地掏出80块钱 想不到她还有这种绝活 一传时时传百 很快就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而像素英这样的老年性工作者 在韩国并不算少见 很多公园角落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群老阿姨涂上厚厚的脂粉 向路过的老头们搭讪 努力推销着自己 他们大多无儿无女没人照顾 为了生存不得不抛弃尊严 而素英在这群人里显得格格不入 她从不主动招揽生意 只是静静陷在路边 凭借绝佳的技术 吸引不少回头客 只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最近素英觉得身上不舒服 检查后才发现 自己不慎染上脏病 对于靠身体吃饭的站街女来说 这也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 其实素英年轻时 拥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在纺织厂车间做女工 虽然工作辛苦一点 但收入相对稳定 可好景不长 素英被迫下岗 她给人端过盘子做过保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工作越来越不好找 和年轻劳动力相比 没人愿意请一个老太婆 失去收入来源的素英 不得不做起站街生意 命运却再次开了一个玩笑 她不幸染上灵病 只能去医院看病 谁料目睹一场情杀 男医生抛弃弃子 勾搭上院长女儿 原配一气之下 用剪刀刺伤复心汉 警察将女人抓走 可怜的孩子无人照料 被在路边乞讨 素英于心不忍 把孩子带回了家 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女人 却好心收留了 无家可归的男孩 给她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还半鬼脸逗男孩开心 深夜素英看着熟睡的孩子 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 她也曾有过一个可爱的儿子 彼时正直战乱 素英遇到一个大兵 两人坠入爱河 约定等战争结束就结婚 男友离开没多久 素英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幻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却没想到 从此失去了爱人的消息 她宁愿相信男友抛弃了自己 也不敢设想另一个可能 素英的亲人都死在战火中 一个单亲妈妈艰难抚养着孩子 偏偏老天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 素英被迫失业 就连吃顿饱饭都成了奢侈 她不忍心看着孩子跟自己吃苦 只能忍痛将儿子送进福利院 之后听说一户人家收养了孩子 为了不被打扰到生活 素英彻底失去了儿子的消息 那天在医院看见这对可怜的母子 也让素英感同身受 才动了恻隐之心 收留了那个孩子 为了维持两人的生计 素英只能带着孩子出去接客 好在男孩非常懂事 每次她和客人上楼 男孩就乖乖在前台等着 等素英结束了工作 两人就手牵手一起回家 一老一少格外温馨 直到这天 素英遇到一个奇怪的客人 65岁花甲老人还在做封城生意 这次的客人是个年轻的大学生 他熟练做着准备工作 点燃红色香薰然后去洗澡 却没注意到小伙心怀不轨 趁着女人洗澡的功夫 小伙手忙脚乱安装好针孔摄像头 而素英还一无所知 他在小伙身边坐下 手摸上了对方大腿 想要速战速决 因为孙子还在楼下等着 可小伙却制止了他的下一步动作 有些不好意思到明来一 原来男人是个实习记者 想要记录老年性工作者的生活 素英文言神色大变 把钱还给了男人就要离开 毕竟这份工作不太体面 他不想当着外人的面 揭开心理的伤疤 今天又是空手而归 素英牵着男孩的手 回去路上给他买了最爱吃的棒冰 再怎么艰难 生活还是要继续 他们这一行竞争非常激烈 素英去药房拿药的时候 不小心撞见一个同行 对方把他生病的势抖了出来 素英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老主姑们都避而远之 没办法素英只能转移阵地 去更远的一个公园寻找客户 好不容易遇到个优质老头 可对方一听说他是拉客的 立马神色比翼赶他走 看来今天又要无功而返 没想到回去路上 竟遇到一位老主姑 两人在长椅上回忆过去 聊起他们曾经的朋友 是一个外号临前宋的老头 一把年纪却非常时髦 总是输个大背头西装革履 听说年轻的时候还是局长 老伴早年去世 子女也都定居国外 宋局长拿着一大笔退休金没出花 喜欢和朋友们出去玩 经常出手阔绰爱给小费 才有了这个外号 不过素英已经好久没见到老宋了 老主姑告诉他 宋局长前些年中风瘫痪在床 之前大伙都羡慕他 不仅子孙满堂 还有花不完的退休金 没想到说病就病 有钱也不能享受了 只能被困在病床上 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 这患谁受得了 素英心中有些悲凉 打听到老宋的医院 买了些补品去看望 多年不见的老友在相见 两人都激动不已 老宋没了曾经的意气风发 成为一个躺在病床上 浑身散发恶臭的老人 孙子孙女一年也就回来一次 看他也是满脸嫌弃 要不然为了老头的退休金 估计子女都懒得回来看他 面对前来探望的素英 女儿还不忘提醒父亲 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 曾经的老朋友们 病得病死的死 活着的人甚至生不如死 老宋以前最爱干净了 现在却大小便失禁 每天穿着成人纸尿裤 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老宋希望素英能帮自己解脱 回去后素英彻夜未眠 他忘不了老友那双空洞绝望的眼睛 万般纠结过后 他还是决定帮助朋友 商店买了瓶农药 忐忑不安走进医院病房 女人拿起一瓶不明液体 灌进病床上的老头嘴里 片刻后 老人彻底失去呼吸 镜头一转 女人和另一个老头去爬山 在山顶她将老人一把推下悬崖 新闻上播报着连环杀人案 死者都是非富即贵的老人 警方怀疑这是有预谋的谋财害命 但他们不知道 这些死者都是心甘情愿被杀 甚至临死前还对凶手道谢 其实这些人都是素英的老友 这些老人有的被子女嫌弃瘫痪在床 有的身患绝症穷困潦倒 他们对生活失去希望 找到素英想要得到解脱 面对老友们的请求 素英实在不忍心拒绝 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警察抓住 没想到这些死者家属 根本不在意老人的死因 只想尽快继承遗产 他们将尸体匆匆火化 警方的调查陷入瓶颈 阴差阳错下 凶手竟然安然无恙 直到这天 最好的朋友也找到他 他们约在一家高档餐厅 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之后又订了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 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首尔 两位老人活了大半辈子 第一次享受有钱人的生活 他们喝着啤酒回忆过去 朋友这一辈子十有九倍 少年丧母 青年丧父 中年丧偶 老年丧子 人生种种痛苦都经历一番 一直坚持他活下去的希望 就是他和老伴的独生子 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 偏偏白发人送黑发人 巨大的打击下 朋友有了轻生的念头 这人世间已在无留恋 辛辛苦苦给儿子传的结婚前 到最后落得一场空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朋友这次找到素英 是希望他能送自己一程 至少生命的最后一刻 身边还有老友陪伴 自己不是孤家寡人 素英看着朋友什么都没说 他明白好友心意一觉 老头拿出事先准备的安眠药 递给素英一颗 将剩下的全部吞下 然后温柔地告诉素英 就当作了一个梦 一觉醒来一切都结束了 再次醒来时 身边的好友已经安然离世 目睹着曾经的朋友一个个离开 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 素英心中说不出的悲凉 好友临终前留下一大笔钱 素英将钱带走 然后离开了酒店 他失魂落魄来到寺庙 将钱全部投进功德香 双手合十双目紧闭 在菩萨像面前久久助力 这既是对死去的人的祈祷祝福 也是对自我罪恶的诚挚悔 而酒店那边很快发现了尸体 通过调取走廊监控 警方迅速锁定了凶手 秀英被抓捕归案 他安静递上了警车 没有解释没有抱怨 安静而平和 他承认杀害三名老人的事实 由于案情性质过于恶劣 他被判处死刑 素英并没有再上诉 亲手送走了三位朋友 对他而言也是一种煎熬 死的人解脱了 而活着的人饱受折磨 每个人知道背后的真相 在所有人眼里 素英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可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竭力救赎身处苦海的众生 酒神小姐普渡众人 却唯独无人渡他 入狱前素英询问警察 能不能在冬天来临前行刑 因为自己怕冷 却没有得到回应 在监狱里 他度过了寄疗人生的最后时光 在这里不用为生计发愁 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 一个寒冷的冬天 素英被送上刑场 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他唯一的心愿终究没能实现 世人终其一生拼搏挣扎 到头来难逃孤独的宿命 甚至连死亡也成了奢侈 须得请人相助 何其可悲可叹